公主抱是偶像剧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并不多 毕竟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动作 想要优雅完美地完成公主抱 其实并非易事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童话故事所欺骗 这里是八爪鱼天天盘明星拯救不开心 今天我们不妨就揭开公主抱的面纱 看一看她的真面目 天天盘明星拯救不开心 要知道现在偶像剧里的公主抱镜头 很多只拍上半身了 不是因为其他 是因为有的男演员根本抱不起女主 罗靖有着1米81的身高 在1米62的周冬雨面前 完全就像一棵村天大树 再加上周冬雨的体重还不到90斤 按理说应该能够轻松被抱起 可是罗靖却让人们失望了 本应是一场唯美的公主抱 可是罗靖只是勉强地 把周冬雨上半身抱离地面 之后整个人就亮亮强强往前直冲 带着周冬雨一起从镜头里不见了 当两人再次回归镜头时 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只是在罗靖的笑容里 明显有着几分尴尬 朱一龙曾和张欣云合作过 电视剧《新编成浪子》 其中有一个镜头 需要她把晕倒在地的张欣云一把抱气 可是在多次尝试之后 朱一龙依然无法抱得动张欣云 最后只能增加人手 一人扶着张欣云的头 一人抬着她的脚 才勉强完成这个镜头 起初张欣云还想帮朱一龙辩解 说从地上直接抱起她 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最后干脆破罐的破摔 直言如果不是自己太胖 问题就出在朱一龙的身上 身高1米86的林更新 一直都是观众心目中的新男 可是面对娇小的赵丽颖时 她竟然多次无法完成公主抱的镜头 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林更新当年在楚桥转里 也抱不动赵丽颖 还在给自己找理由说 是赵丽颖吃得太胖 让她少吃点饭 天地良性 那会儿可是赵丽颖最瘦的时期了 只有不到80斤 不管赵丽颖有多轻 林更新都不能公主抱起她 试了很多次后 剧组拿了木箱子 让赵丽颖坐在上面 撞片只拍上半身镜头 再勉强拍完这个情节 李兰迪在拍摄梦回大清的时候 就因为体重问题 受到不少观众的质疑 其中有一段公主抱戏份 男主角努力的尝试多次 可是依然无法抱起李兰迪 只能不停地打着亮枪 但是戏还要继续拍 屋内之下 剧组只有找来两个人 用梯子抬着李兰迪 借助取景的远近 勉强完成了这个镜头 虽然事后男员解释 自己身上有伤 所以才无法完成公主抱 但是当她拼尽全力 李兰迪人亏人不动时 还是让人不免地摇摇头 毕竟李兰迪虽然体重过百 但也不至于让男演员如此狼狈 李线在拍摄电视剧 见王朝时 需要公主抱主角李一同 当得知对方只有八十斤时 李线脸上扬起了得意之色 方言能够抱着李一同做山蹲 但是现实却狠狠地打了她的脸 虽然足够拼命 但她仍然无法抱起李一同 这让李线忍不住在镜头前吐槽 当然最后电视剧中 我们还是看到了李线轻松抱起了李一同 或者准确地说 她抱起的只是李一同 塞满了田中午的披风 不少网友表示 被电视剧里的公主抱骗了多年 平时一身肌肉 关键时刻掉链子 该健身了 而许卫州抱不起乔欣 也是第一时间吐槽女方的体重 从来不承认是自己体虚 给我演下的最大的印象 就是一直在抱她 乔欣呢 一块都挺大的 拍戏的时候 许卫中抱的是长长吃力 毫无美感 没有办法 导演才让她把乔欣放在垫子上 在滑轨上推着走 整片里当然也只拍了他们的上半身 因为镜头下藏着的 都是见不得人的拉垮 桓珠是很多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 但是后来翻拍的新桓珠 口碑却很差 除了剧情改动 加入了一个外国人外 在选角上也很失败 温婉的大家归宿紫薇 被大家吐槽是海带状 大家都知道 尔康和紫薇有很多甜蜜的镜头 那么自然已是少不了公主抱的 饰演尔康的李嘉航 原本看上去就很瘦小 再加上 他之前出演过深入人心的搞笑角色张伟 导致他演绎的深情尔康 让人无法看下去 尔康抱着紫薇 本来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呀 但是李嘉航抱着海陆时 却感觉他的表情不是幸福 而是吃力 而且这个角度看起来 海陆确实很壮 当然除了公主抱失败的男星 也有很多男友离抱棚 公主抱成功的案例 陆寒的外形俊美 长相秀气 看起来身板有些担保 可是在于那扎拍摄昨天即使 却轻松的抱起了他 甚至还转了几圈 整个镜头显得格外唯美 这不免让人们想起那些人高麻大的男星们 在看似游戏瘦弱的陆寒面前 他们真的只能自愧不如 不能不说 人不可貌相 一身肌肉未必真的有力 看似柔弱也未必入不惊风 迪勒乐巴是娱乐圈工人抱不起的女星 很多男星和他搭戏时 都会有公主抱的戏份 但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 在与高卫光合作的闲侠剧中 导演让高卫光一把抱起迪勒乐巴 无理男主还没来得及回答 精力的迪同学便巧先一步 说出了搭档的心声 后期还很配合的晒出两人 在合作时里套花式的名场面 高卫光战战兢兢的抱热巴 从视频中看 高卫光颇为费力的将底力热巴抱起来 单看背影也能感觉到高卫光的艰难与吃力 而事实证明 热巴的献献说法倒是有一定道理 就连高卫光自己都调侃 为了拍摄这一幕 自个儿较尽了老半天 还累出了满头的汗 羞得在旁的热巴听了都不敢睁眼 瞧搭档一眼 也因此种种 胖蹄的体重时常被人嘲笑 但是没想到我们吴蕾弟弟 却能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抱起他 甚至还能淡定的小跑几步 步伐完全没有慌乱 最后更是轻轻松松的 把迪日热巴放下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般 一气呵成 事后迪日热巴也毫不掩饰 对吴蕾的称赞 他是第一个就是把我抱起来 也没有说任何话的一个男演员 如果说到2022年的开年好剧 那么非开端莫属 尤其是剧中男女主角 饰演者白晶廷和赵金脉 更是用炸裂般的演技 为这部作品增色了不少 其中有一场白晶廷公主抱赵金脉的戏 让观众大呼被他们磕到了 不得不说白晶廷真的是男友力爆棚 简单的一个公主抱都能成为天花板 诞生了新的CP 其实早在下职位置中 白晶廷就已经展示了她的实力 当初她公主抱正合绘子时 满脸的轻松 整个人又霸气十足 虽然长相白景亲手 但在那一刻真的颇有霸道总裁的法 之前超火的网剧传闻中的陈千千 赵洛丝的表情真的撑了很多粉 她饰演的女主活泼可爱 和男主在一起的市场也很搞笑 最终她看到老鼠后 吓得跳到了男主的身上 这个公主抱可以说是女主自己送上门的 而男主则感觉很幸福 话说还说真的是男友力满满呀 看旁边这两个搞笑的仆人就知道 这部剧有多有趣了 没看过的可以去看看哦 不得不说 影视剧作品中公主抱的戏份总是充满着浪漫感 但是如果男演员无法完美呈现 那么就不要勉强为止 与其把锅甩给女演员 说她们体重太大 不如像杨子说的那样自己多健健身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大家好